幸福好时光你今天心情好吗 我看了这期的商业周刊 有一个讯息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失智的病患 我们家真的是蛮多的 而且大概就不是太早了 但差不多是在七八十岁后开始 就算你看看我爸爸87岁了 他还活蹦乱跳 活得很健康 但是他也每天在担心失智的问题 是的 他还是有比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凌厉 那么到底失智症的关键是什么 我最怕得到就是失智症 也就是自己以为还算灵巧 聪明了一辈子 结果到老的时候人家会跟我讲说 你看我这是几根指头啊 三根啊 还是五根啊 我想到这个地步 我可能自己若有知的话可能受不了 那么在商业周刊里面有一篇翻译的文章 是在金融时报里头的 你来听听看 事实上呢 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件事情 让失智症意外的下降 也就是说 刚开始写了一个例子 64岁的蓝鼻 他开始跑步 热爱地中海饮食 而且还在学钢琴 他在干什么呢 这是他抗失智症活动的一个步骤 为的是避免布上父亲的后尘 患上阿兹海默症 那他的爸爸从发病以来 从风度翩翩的身世 然后就变成一个言语刻薄的老人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一个人越老呢 越刻薄 或者是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甚至像我朋友的爸爸 他本来是一个将军 而且是就是那种 看起来非常的年高得少 可是得了失智症之后 他每次都回到那种 像那个国共战争里面 就是有人想要杀他 然后动不动就会怀疑 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儿孙帮他下毒 所以实在是很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好那么很多人采取各式各样的预防 甚至也有人告诉你 打麻将也可以预防失智 真的吗 其实欧美的失智症发病 已经成了下降的趋势 到底怎么样可以下降呢 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充满希望 因为你现在还来得及 有一篇在2020年发表 在医学期刊的综合研究 用65岁以上的长者 当对象 最终了5万人的健康状况 那发现在过去的25年之内 欧美跟北 就是欧美这两个地方的 失智症发病率 每10年就下降了13% 而且各位 它是下降的 不是上升的 那么有一位哈佛大学的 叫做霍夫曼的流行病学系的主任说 现在你患失智症的绝对风险比30年前还低 当然了 这不代表失智症的负担会减轻 但是低 我觉得这是一个几率问题 还是会打中你 对不对 那到底怎么样 他们去找到了什么样的密码呢 让失智症的发病率没有急剧增加呢 其实后来这个答案就是 你可以透过优化神经功能来改善大脑和身体的健康 以降低失智症的发病率 就说反正你活到老了 你的脑也是一个器官 它可能也是会坏掉 可是你可以拖延它坏掉的时间 让它就跟它比命长 让它不要影响到你活着的时候的生活 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 各位 我一直在卖关子 对不对 其实是因为这篇翻译文章真的很长 那这位霍夫曼哈佛大学的教授认为 因为北美跟西欧一直在强调 预防心血管疾病已经50年了 所以你只要提升你的心血管健康 那么你的这个大脑得到比较充足的血液啊 营养啊 至少你心脏那个主要器官没坏掉 你的脑的血流应该就不错 他说那是因为50岁以上的美国人 至少有三分之一 用口服药来控制高血压 你的血压就是会越老越高了 但老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你有医学尝试也知道 血压太低也肯定不是好事 那么他们也用降胆固醇的药物 所以呢 这个也同时让你的心血管健康 受到了照顾 那你的脑部呢 失智症就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那美国也有一个知名的教授领导的研究发现 心血管疾病和最常见的失智症 阿兹海默症还有第二多的血管性失智症都脱不了关系 所以这个答案叫做照顾好你的心脏 最近我也因为我们家大概活长命一点的话 也大部分都有失智症 但是危险因子不高 因为我看我妈妈大概75岁去世的时候 她还非常非常的精明 但是还是得预防 所以我现在去念书 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跑步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反正我的人生目的就是 永远不要因为得失智症而再见 因为这个状况的确是很惨 而且会拖累子女 那跟小孩年纪差的比较大的人 那你现在得失智症 他还年轻 难道他25岁的时候要葬葬送在你 逐渐失智的生命里吗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太没有母爱了 所以呢 各位请你让你的血流比较流畅 还有前不久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心脏去照起来 其实是有白斑的 这也是我们家年纪大了的这个现象 我好像有一个真逐妇 因为我没见过他 他大概就是50岁左右就心脏血管 就是就去世了 所以我也有在注意这一点 那后来我的心脏科医师叫我吃一样东西 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本来就在跑步 本来跑的时候会喘 我现在比较不会喘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心脏变比较好 但是因为不能提及任何医疗功能 我也不能跟你说 那当然是那个东西是我的 其实那台湾也有啦 但是是很简单的某一种保健食品 然后我的弟媳妇就对我很好 他怕我们都有再见 然后必须他要照顾 所以他就派人去美国买给我 但是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需要 总而言之你要保持大脑的灵活 然后可以抵御失智症的恶化 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功能损失 所以你的心脏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廖玉琦优火源力的研发长 哈喽 大家好 董姐好 你刚刚要不要继续我的话题 其实失智症有被控制 对不对 在开发中国家 对 等一下 增幅远胜过富有的国家 就是商业周刊 还有国际失智协会的报告到 所以呢 在中低收入国家 开发中国家 说得太好听 他的比例失智症是上升的 其实他也是一种文明病 因为大家活比较久 可是在高收入的国家 他是持平的 并没有上升的 当然 而且他现在是算百万人的平均值 因为以开发国家朗旧 算人数不准 他算平均值 所以你看控制高血压 控制胆固存 也就是心血管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应该是说 就是生活水平越高的人 他越在乎健康 因为他想再活久一点 好好享受这些 而且越以开发的国家 他们的保健食品的重视 还有饮食健康的均衡的重视 是比较厉害的 不会说到了六七十岁 还在大鱼大肉 他们会超前部署 可能三十岁左右 他们就会开始注意饮食 跟健康 跟运动 所以各位 还是要运动 你真的不要期待吃什么会好 前不久 有人在群组问我一个问题 说我现在可以维持这样的体力 还怎么样 大概就是还有活力 到底是怎么做到 我说我跟你讲完 天就黑了 因为那个雷锋塔下白蛇精 修炼要牵连 不可以告诉 没有办法马上告诉你说 怎么得到的 怎么化成腰筋 尤其是这个用一句话就好 要火就要动啊 就这么简单啊 是就是往你要的方向动啊 对对 好我们来谈谈健康的新知识好了 好啊 因为我刚好昨天 有这个看一个 2023年Google的 他们的产业报告 他们针对台湾的消费者的 健康新需求 他们有提出一些 他们观察到的一些数据 那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今天刚好就是有机会来 可以跟单位姐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你说一下 好 他那个数据是这样子 他说有90%的人 其实是吃过保健品 然后呢 70%的人是固定有在吃保健品的习惯 那男女生的比例差不多 对 女生是76% 男生是68% 我本来年轻的时候也都没有吃 是 觉得没有必要 是 后来越来越不行 而且他那个数据还有一个 我觉得蛮颠覆我们的想象 他就说 在那个所有的年龄层里面 25岁到34岁 他的保健品的接受度是最高的 比这个中老年跟阴法族还要高 我们以为是可能是老一辈的 才会想吃保健品 其实不是 是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 其实吃是这样的感觉 本来你会相信你身体健康都还完全OK 熬夜也不会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不吃也没什么关系 可是你当安后来发现 假设你喝鸡精有效 我这样举就比较好 你就会觉得说 我应该要来吃 你会喜欢那个有感的感觉 有力气的感觉 然后保持精力旺盛的感觉 我一天写五六个小时的论文 你觉得下午我怎么写得下去 就是 对 常常就是必须要喝鸡精啊 什么熊龙鱼精啊 鲁鱼精啊 反正只要我们家有什么 我就喝什么 只要是精类的都要吃 是吗 或有像让你有活力的 维他命B啊 什么姜黄啊 对反正只要是有我就吃 反正就是天然的食物食品或者是保健品 对身体好的你都会愿意尝试吗 对你给我的东西 我每一样都试着吃 然后看我自己有没有感 我今天又带一些 特别很需要的东西来 真的 真的 你要不要做一下 我刚刚跟你讲 因为我不能直接讲 不能讲到疗效 我说对心脏血管 那个 那个 有一个就是脑科医师跟我讲 教我赶快去找那个东西 可是那个在台湾找不到高成分的 对 那种美容养颜对我没有用 我跟你讲 你讲的一定是Q10 你怎么猜得到 我跟你讲 因为Q10它有入那个美国的药点 它对心脏的 保护呢 其实跟药物作用其实很像 可是明明那它不是秘密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出 为什么我弟媳妇还要跑去美国帮我买 这个是法规的问题 有些东西它可能在台湾当食品 那有些是当药品管制 那这个当药品了吗 因为我刚刚有讲Q10在美国 是入美国的药点 对呀 那可是在台湾它是保健食品 台湾的这个法规更严格 对呀 就像维他命类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 有些它可能含量高一点 它就要做这个茶烟登记 它就不能说当做一般的食品卖 对 这是法规的问题 所以是成分的问题 所以比如说我在台湾看到 或在日本看到的 有关于Q10 根本就是美容养颜的成分 对你可能吃10毫克到30毫克 可是可能在国外可以吃到100毫克 150毫克 那我不能K10颗啊 对呀 一天10颗我就崩溃了 不好 这个就跟那个退黑技术一样嘛 它可能在美国当食品用 大家都随手可得 而且它这个不会上瘾 可是退黑技术如果在台湾 是要处什么七年有期徒刑 对不对 对 可是在大陆又OK 在马来西亚又不能卖 因为我曾经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都去问问看 发现美国法规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所以这个还是受法规的限制 倒不是说它不能吃 它的意思就是 其实它现在法规限制 你是绝对不能贩卖在台湾 但是呢 你可以自己吃 你自己从国外带回来 非饭售可以 对对 你自己要吃可以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 很多人喜欢去日本买一些保健品 后来就开始算粒素 你不能带超过多少颗粒素 代表会超过你跟你家人使用的范围 因为像很多的帮人代购的 他们都会被抓 因为他们寄回来的都超过 对不对 对 自己吃可以 卖别不行 这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吗 不光是产业的问题 还有健康的问题 就怕你黑白吃 吃太高剂量不好 好那我们回到你这个目前的报告好了 好 大家已经有七成在吃 对 然后啊 像我刚刚讲 就25到34岁 他的保健品的接收度最高以外呢 高达七成的人 就是每天有吃至少一到两种 那吃三种以上的有30% 其实比例也是蛮高 今天我们请到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廖玉琦 那么我们讲到的就是 比例升高的问题 大家开始吃保健品 那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歧视呢 好 那其实我们延续刚刚的 就是说我们有观察到 就是说最多人买的 他可能就是视力 体力 睡眠跟肠胃 这四大类 那但是呢 我们本来以为 酵素啦 苦瓜生态啦 这些就是比较一般 比较特定族群吃 比如说便秘的人 或者是血糖调控不好的人会吃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有时候它的效用没有这么久 对对对 不像维他命B一样 还需要 吃了就 对对对 可是你知道那个苦瓜生态 今年的成长率居然有72% 哇哦 所以就是不晓得大家是因为特别注重这个三高的问题 还是真的 因为我们从这个整个 因为我发现我跟吴若泉好像都有代言 哈哈哈哈 我们是不是推升这个产业的助手 而且苦瓜生态是台湾之光 对对不对 对今年啊 那所以要谢谢淡如姐 因为今年真的成长72% 所以 你是说全部72% 对 整个市场 贵公司72% 没有啊 我们超过 哦哦 因为我们淡如姐代言 超骄傲 好 好 那苦瓜生态有点贵啊 啊 好好 对不对 我们不是苦瓜抹粉吗 苦瓜抹粉就比较便宜 对 可以吃一袋子 我其实很恨苦瓜 不要叫我生K苦瓜 有有 淡如姐之前讲过 那其实哦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 其实吃保健品的这些人啊 有六成左右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吃 但是有七成的人哦 他会帮别人买 所以呢 你看呢 在家里面的这个保健品都是妈妈在买 女儿在买 媳妇在买 对 因为他有高达七成的比例 他会帮别人购买 对 所以我们要对那群人好一点 什么意思 就是好好的开发那群人会有兴趣的东西 不是 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没有吃的习惯 像我婆婆真的讲不听 是 你就是 只要他长得像药 他就会觉得他有吃高血压 有吃这样胆固醇药 那如果用喝的他愿意 喝的他愿意 所以他必须有很多的就是剂量跟方式 就是不同的剂型 是 像现在有果冻的 但是喝的真的比较贵 没办法成本的关系 成本比较高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最近也是在研你这个部分 就是说有一些族群可能大磕吞不下 看到就不想吞 那这些族群可能又有健康的需求 是 但就是的确如果是果冻或喝的 但他必须加别的东西 对 那他成本高嘛 但是我直接给我的小孩是 我自己无所谓 我其实又觉得用喝的好像 感觉热量太高太甜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用喝的 因为如果没有加防腐肌 他就必须甜来调 我抑制那个PH芝麻 我也知道整颗的比较好 比较精确 对啦 可是我有一次拿那个叶黄素 因为我小孩现在在住宿嘛 就是有的是液态的 还有颗粒的 他就每次都先把喝的吃完啊 真的 因为喝的看起来甜甜的 他喝价啦 对 有没有用他们不管 因为买的不是他 所以四口性还是很重要 是 看年纪 中年人其实吃颗粒的比较好 对 所以难怪现在好多小朋友的那个市场都出果冻啊 就是要迎合小朋友 可是我又觉得四口子啊 四度就好了 就他会加一些东西 你要了解 而且他的成本 我大概有算过 大概就是颗粒状的成本的三倍 对 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说多个几成 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三倍 三倍 我有算 好好 相当精明的商人 是 所以不能那个随便乱讲 好 那还有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其实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 是固定吃某个牌子 也就是回购率 是 那他为什么会一直回去买这个牌子 一直功能性嘛 他吃的有感 还有信任 现在只能讲有感 有感 对 对 那添加一些保健的要足量 好 那否则就是说我可能吃一堆 我什么东西都有吃 可是他每个都含量都不足 这是我在购物台看到的很明显啊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档 前一档跟后一档 前一档可能是好一瓶上千元 那后面那一档是三瓶九百 那大家就是会觉得 用价格来说 后一档一定会卖的比较好 对 那有吃好像有吃有保费 他也不会管成分 对 可是事实上价格一定跟成分有关系 对没有错 就很贵的未必价格成分比你高 但是很便宜的保证没成分 我跟你讲 我们上次就吃过这个亏 因为我们我们的成分 其实都放的很足嘛 那当然价格就不可能太低 就我们在前一档卖 就后面真的就像戴如姐说的嘛 三瓶六瓶来个九九零 对啊 怎么办 这完全好像在打你巴掌一样 对 可是每个他也都说他自己很有效啊 对 我常常看到后面那个成分 其实很多厂商是这样 我教各位一个状况 一翻过来 成分放了一百种 那总共小小的那一颗或那一包 我想请问你每一个要放几毫克 对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这个就是很内行的才会讲的话 可是有的消费者反而会说 人家放了几十种是不是代表他比较好 其实这个常出现在益生菌 因为他是粉状的 对 那你可能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让你吃不会稀有 阿拉伯糖 阿拉伯糖 他放的很多种 然后其实大家都是意思意思 对 诉求性的添加 说我有放啦 对 当然啦 也有一些常常是人家放了好些种 都有放足的 但是你还是要考虑那一个的大小 对 没错 我之前讲到那个美国 你就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办法出大科的 你知道美国那Q10有多大科吗 我看到的时候我差点昏倒 一公克左右 就像钙片一样那么大科 什么 比他还大 我觉得他都长得像原子弹的 像塞剂啦 不要再讲 你说塞剂我有个笑话 你说 以前我们当护士的时候 那那个有一个阿婆 他就是隔天要做那个私密处的检查 那医生就开了塞剂 那当时有菜鸟护士呢 就跟他说 阿嬷这个晚上要用 他说要用 他没有说要吃 他说要用 就阿嬷隔天就跟医生抱怨说 你开那个药太大科了 我昨天吞 很难吞 医生说 蛤 你把它吞了 他说对 好不好 这个消耗我讲很久 因为每次想到就觉得好笑 对 因为很多你习以为常的事情 别人真的不是习以为常 我前不久还听到一个笑话 他说 他就问那个黎龙欣老师说 那个珍珠啊 如果平常不用的时候 是不是要放冰箱 他讲的不是珍珠粉 就配戴了珍珠 为什么 我差一点在下面给他回答说 请放冷冻枯 坏不坏 我还以为他说 珍珠想念太久 没有戴这磨成粉 让珍珠粉把它吃了 比较不会浪费 他把他坏掉 对不起 我不要笑成这样 对 你笑得太大声 而且那万一 如果这个会员有听到 他很可爱 他那天让我很开心 好 我们继续来讲保健品 你一定要知道的知识 幸福 好时光 今天我们请到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廖玉琪 好 我每次跟你讲话 我都忘了我聊到哪里 来 我们就是随便聊 但是都是言之有物啦 不行 你那个几%的 就真的台湾的保健报告 你还没有讲清楚 苦瓜生态成长率到高达72% 那有下降的吗 下降的比较少 酵素也有成长 酵素成长58% 像红麒也成长23% 马卡也有29% 红麒也是台湾之光 对 因为其实我们卫福部 就是健康国民 那个国民健康署 他一直在强调三高嘛 然后可能腰围要怎么样 血压 鞋子要怎么控制 对 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的卫教非常的成功 所以其实民众就是也对这几类的产品 就是会比较有兴趣 那再来就是那个防疫相关的维他命 也都卖的蛮好的 可是疫情已经过去了 消费习惯已经养成了 因为疫情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嘛 那大家都会怕 那大家都会怕 他就会想要去找 平常就可以吃的 预防感染 或者感染之后可能会好得快一点 所以呢 比如说像这个B啊 C啊 跟综合维他命哦 其实都是大概这两三年成长都一直蛮稳定的 其实我还很喜欢 比如说前不久我出国嘛 我看旁边也很多人在得什么 第二次又得新冠啊 现在已经快要变 三次的很多 对啊 流行性感冒 但是我还是好好的 因为我都会带某些东西 比如说台湾也有什么多糖体啊 有的没的啊 其实就是只要一不舒服 你的那个抵抗力还是很重要的 对 像比如说像上呼吸道感染哦 就是让我们的黏膜健康 比如说像维生素C啊 腥啊 像紫椎花啦 维生素D3啊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上呼吸道的预防的这个免疫 对保护都有帮助 所以我蛮推荐就是说 日常保健要加入这些营养素 所以现在这样的东西 因为搭一颗一颗吃太多了 也有什么喷剂啊 对不对 也有我说的知意啊 是 你真的会发现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 大家就是不喜欢那个药定 对 然后呢 那个不同 但是药定比较便宜 CP值比较高啊 对啦 然后不同的族群啊 其实它的那个营养需求不一样 像我最近有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团妈 那它的TA 它的那个消费者的族群 大概就是 呃 备孕的 怀孕的 还有产后的 那或者是小朋友还小的 两三岁的 那这个族群的妈妈呢 女性啊 嗯 最希望的就是 青汁 什么 青汁 蔬菜汁 哦 呃 纤维 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便秘 哦 可是那个酵素也应该有帮助啊 概念不太一样 嗯 对 那因为其实青汁里面有的会加酵素 那酵素里面不一定会加青汁 那它就是用喝的 那只是说它的缺点就是 那个菜味很重 嗯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试着 我们帮它调整 就是说加入一些天然的果汁 然后让它的这个蔬菜味 不要那么重 那好入口 那同时呢 我们也照顾到小朋友 我们也会开发给小朋友喝的 因为小朋友很多不吃青菜 其实你们公司没有青汁啊 没有 可是我们最近在做这个事情 你们还没有 先讲 因为我知道很多家 购物台的青汁也卖的挺不错的 是是是 你看就代表它的需求是大的 对 所以我们针对这一位消费者 它大团吗 那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 哦 可是维他命一定是会越做越多 是 那么但是维他命的主力 比如说像叶黄素啊 是 维他命B有增加吗 哦 它一直都是在高峰 在高点 其实我们像B群跟那个叶黄素啊 刚好因为我们最近有做双十一的活动嘛 那我们从后台看得到消费者他下单 然后最喜欢的东西 其实第一名就是叶黄素 是啊 大概所有的保健品中 它都会占二分之一强 是 所以你看每一家都有出 对 那像我们的叶黄素啊 鱼油啦 像这个益生菌啊 都是名列前茅 就代表说大家的需求是有的 而且像那个UC2就是那个关节保护的啊 因为它其实是蛮特定族群在吃的 现在已经都不是维古粒 维古粒是药嘛 对不对 现在保健品都用的是UC2 对因为这个成分是最新的成分 而且它就是天然 然后这个有效 就你知道吗 我们的UC2的这个 从后台看啊 它的回购率是7成 就是说吃过的人 他会再回来买 对 所以我们从后台看到很多数据的分析 我们就知道说整个市场的走向 可是我有个问题 就是一般而言 人家会觉得吃钙就好了 你如果去医院的话 当然你骨质疏松 医生也大概都会开那个比较便宜的 碳酸钙 对 那它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要并行还是说 好 如果是预防骨质的流失 然后增加骨质的密度 那这个是要吃钙 没有错 其实我吃那个就 自己就有感 是 因为我练那个重力嘛 我等一下 你看我穿运动服 就是还是要去 等一下要去跑了 就会比较不酸 对 因为它钙 对我就有用 钙 然后它钙是针对硬骨头 好 那这个UC2呢 它是针对软骨 就是我们的关节磨损 那磨损可能就是走路啦 上下楼梯就卡卡 就会发炎 你看这么多种 那该不会有对韧带吧 有的还对肌肉 那我们吃的没完没了 这个吃B群就可以了 B群对整个这个神经啦 肌肉啦 骨骼方面啦 它都有润滑的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运作 像我老公就是一个最贴旨的 他一直觉得他的身体好到不行 我们家 就是两个人 我跟小熊两个人都感冒了 他就永远不会得 所以我们觉得 看起来真的很健康啊 他的DNA跟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体质好啦 对 他就不会得 但他每次一得 就是好像快死了一样 一天他就醒来了 就是你知道吗 是昏睡一天 就一定感冒一天好 他的免疫力非常的好 他的免疫系统 只要有外来的病菌 他马上去攻击他 他好得快 那有的人就是 他很难得 很难得 而且但一得好得快 但是有点严重 会啊 有的人会说什么 我平常就是小病不断 大病不来 那有些就是久久生一世病 他就很严重 有的要住院 是这样 大概是如此 但是后来他不是也去买了一大堆这个保健品 我就知道说 你现在身体是个越来越吃不消了 对不对 那他是想要 已经不轻了 所以其实那一定是因为有感 他才会去买嘛 对不对 我那天看他 我买了好几十品 谢谢我们这个支持 他自己跑去找疗愈器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笑的 因为我不肯替他付钱 因为如果我去说 廖愉琪说 啊不 你也可以半买半生 我说这样不可以 我来准备 我说你自己去买 你要吃自己买 好我们再来谈谈 我们的这个整个食品行业 的商业问题 保健食品 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大概知道 就是说其实保健品啊 就是各个族群年龄都有需要 那我们就来谈就是说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人会问我 到底要吃什么 幸福好时光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 廖愈琪 刚刚我们提到了 你自己接下去了 好 我们提到了就是 那个今年啊 就是Google这边有一个 这个健康产业的消费者的需求 的一个年度报告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吃保健品的比例啊 其实节节上升 那越来越年轻化 那所以呢 就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到底要吃什么 那我就会想就是说 化繁为简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特殊的需求的话 我们就是以一般基础的保养 综合维他命 来保养我们的身体 其实就够了 年轻的时候就一颗就够了 年轻就够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叫维他命 但是你如果熬夜的话 那就另外再说 所以我才说 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 我们就是一般的基础的保养 综合维他命呢 就非常适合 因为为什么叫维他命呢 就是身体没有办法自理合成 它只能靠饮食 靠阳光水来帮忙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吃我们基础的保养 维生素AD、EK、矿物质、钙、铁、锡 这些 就是说帮助身体的运作 能够顺畅 那我觉得这个就蛮符合 一般人的需求 就综合维他命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我们可能肩颈比较容易痠痛 那肌肉骨骼啦 比如说像大尾姐常常在跑麻松啊 肌肉特别酸 我有骨质疏松啊 是 所以我还是要再补 对 他就是要再额外补充钙啦 或者是像B群啊 可以帮助他一些乳酸的代谢 你知道像我这样运动 已经42公里跑完 也不是说真的很酸痛 第二天还可以穿一点鞋跟逛节 我听到去检查 我有骨质疏松 我有多压抑 然后医生告诉我说 你不用压抑 你就是年纪到了 但你还是要补 但是你很可能是 那个荷尔蒙有没有 对 女性荷尔蒙 荷尔蒙不足 不管你运动再厉害 对 它还是会流失 你的骨质还是在流失 对 我听了前置 我跟你讲 那天我觉得头顶上一片冰凉 后来就乖乖听话 对对对 你要相信你是在流失中 而不要以为你运动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去 他比我更厉害 他是环岛期 也不会酸的 就有一天 要出发期的时候 腿骨断了 突然 可是他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肌肉支撑 他肌肉很厉害 肌力很棒 里面那个骨头是再溅的 是 就断了 对啊 所以我们也 我就下班时 真的 所以我们也呼吁就是常常要做健康检查 要固定时间做 我们才知道就是说 我们身体的状况 因为盖子流失真的是无声无息 那像我们现在就是后青春期的 因为你没有感觉 你觉得我的肌肉还很好 顶多就是腰酸嘛 就觉得好像酸 那其实那就是骨质流失的现象之一 是吗 对 因为骨质流失最开始是从腰椎流失 所以呢 像我们这种已经开始下手 我好像又完蛋了 也有是不是 不是 因为上课上很久 每一个 尤其我前不久上统计诀 一天超过八个小时坐着 哦 腰酸都不行 我常常因为这样子闪到 因为那个肌肉紧绷 然后维持某一个姿势 我还没那么差 我有啦 因为我肌力不好 但是真的酸耶 因为我没有跑马上 我还以为是坐太久 嗯 不是 结果不是 不是我的腰快要空掉了 好 谢谢你 我现在头顶又一片冰凉 你说吧 继续 好 那所以呢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像视力啦 体力啦 睡眠啦 肠胃 我特别讲一下睡眠好了 其实像疫情期间啊 那个有睡眠需求的特别多 嗯 那以前我们睡眠可能比较不好入睡 睡眠品质不好 我们可能会说 啊你可能睡前喝一杯牛奶啦 稳定一下神经啦 帮助入睡 嗯 或者是再吃一些钙片啊 钙粉啊 嗯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是压力太大 那压力太大 那还有就是整个那个疫情的期间 可能工作也不顺 或者是小孩子每天都在家里 像恶魔一样 嗯 每天跟老公小孩相对 是是是 其实对 对 非常比做事压力还大 没错 我会了解很多人的心情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就我们居家上班那个时期 变得是老板没有安全感 他一天到晚就是要开视讯 嗯 要跟你跟你对话 他会他要知道说 你是不是有在做事 你是说你们家老板吗 我没有说 我们公司还好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以一年不要开会 他们也不太想看到我 嗯 哦 但是我们老板 我朋友的老板 很难接的 很难接 我朋友的老板 他不管你要不要看到他 他就是会开视讯跟你开会 那就变成说那个压力就是 你要一直坐在那个 是因为老板开视讯 有多让人讨厌吗 嗯 我不好说啦 哦 对对对 那那个 那那时候呢 大家就是真的晚上都睡不着 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就 加速要开发 帮助你入睡的 嗯 对 反而就是在补充这个 睡眠的营养素的这个部分 疫菌突起 可是现在很多家在疫情 我看只要是重要的 就是保健食品商家 全部都有做 这叫夜安型的维他命 哈哈哈哈 而且其实我也 晚安型 那这种可以一直吃吗 不会有副作用吗 它没有成那个成乙性 可是他们跟我说 它没有成乙性 但是有些 牌子或有些的成分 你吃久的没用 其实很多东西都这样子 它应该不是吃久了没有效 而是你身体适应了 哦 对 嗯 就像很多人也会跟我讲啊 益生菌 它吃久了 就觉得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 那是因为 可能我们体内的好菌已经养成了 对一刚开始很可能有一些东西 它就算没有加什么泄药 你还是会拉肚子 是 其实你的状况就是乱七八糟 可是你大概 慢慢习惯之后 就不需要 那是因为你的肠道被调整的 比较健康了嘛 那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那事实上它是一个错觉 因为好菌没有在嫌多的嘛 嗯 好 那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 我看你那个趴数写的好多 嗯 其实我大部分刚刚都有讲了啦 嗯 反正就是 那你要告诉我们很多问题 我看大家会问的就是 什么跟什么不能加起来一起吃 好像是中了农民粒的印象 有没有觉得 回答这个问题 已经快要用尽了耐性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买那个绿豆黄来当解毒剂 我也有在看农民粒啊 对 你没有觉得吗 大家想到保健食品都想到农民粒 A加B 哦 可能会中毒啊 哦 那那个吃螃蟹不能吃柿子嘛 对 我也每天 我小时候最疑惑的 我就每天在研究 因为没有什么毒物 我每天都在研究这个农民粒 说这是逻辑 到底是为什么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 后来发现就是 以前的东西反正就是 没有杀菌嘛 对 田螺一定是会有问题啊 对 是不是 螃蟹 很冷啊 显然不是柿子的问题 不是 是螃蟹自己本身有细菌的问题 对不对 你看螃蟹是性寒 所以我们在蒸螃蟹的时候 弄两个姜片 对 它是 就是帮助它去那个寒气 好 那请问有没有两种保健品 像农民粒一样 不能并起来一起吃 我跟你讲哦 其实很少 理论上来讲嘛 比如说我们吃胶原蛋白 我们可能会加维他命C来吃嘛 对不对 那我们会把一些好的 可以帮助吸收的 我们就加在一起 那比如说吃钙片的时候 我们就会加一点维生素D嘛 来帮助它吸收 那我们常听到就是说 钙片要不要跟鱼油吃 听说好像不行 那是因为鱼油 它可能在这个 跟钙片结合 它会有造化作用 可能会刺激肠胃 造成拉肚子 问题是 你是吃多少钙片 吃多少鱼油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理论上的东西 跟实际上发生 其实不一样 那菠菜可不可以跟牛奶一起喝 那是因为草酸钙结合 但是你会吃多少菠菜 加牛奶一起吃 我也觉得应该好 请大家做一下实验 对对对 那你说香肠 不能跟养肋多一起吃 那是因为亚酸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 对啦 反正如果你自己 想写一个农民粒的话 就是拿自己 神农市场白草试试看 可是这个跟 每个人身体状况有关系 有的就是铁胃铁肠啊 他吃什么都不会拉肚子 有的人就碰到一点点东西 他就拉肚子 真的 对啊 我们家就有个百毒不侵的人 只要我们感冒 他永远不会得 是不是 那他吃什么都浪费啊 也是 不要吃太多 但如果要害死他的话 我知道要用什么 不要这样嘛 你们感情秘密很好 还好 还好 因为他不能吃水蜜桃 为什么 那个好好吃 过敏加中毒 因为那个皮啦 他没有什么 那个皮啦 没什么 他自己也没有 你病人 我也是 还没什么